云家院子里一片狼藉 云文彩还在疯狂地砸东西 两名高大的男人 双手环抱站在云文彩的身后 脸上都是爽快得意的笑容 云青心买的锅碗瓢盆 在地上碎成了一块块 他晾晒的花茶药材等也没能幸免 除了狼藉的院子 还有杨氏与弟妹的哭声 从屋子里传来 云青的呼吸顿时加重 整个人都有些站不稳了 大表哥二表哥 就是他欺负我 还把我的男人藏了起来不让我见 你们一定要为我讨回公道呀 何连公子可有钱了 等何连公子娶了我 好处一定少不了你们的 听到好处 那两个男人脸上啊 顿时笑成一朵菊花 小丫头 你要是乖乖的 说不定还能少吃点苦头呢 看着云青白嫩的脸 他俩狠狠地吸了口气 猴姐滚动 望着云青的眼神也变了个样 这十里八村的 哪里见过这么水灵的姑娘啊 你们干什么 玄川哥 这件事我想自己解决 好 小丫 玄川哥在 你放心去看个外祖父他们吧 杨小婉跑到杨老八的房间去 不一会儿 杨小婉的惊呼声与哭声传了出来 玄川哥 帮我看着他们 上我家来欺负人 待会儿别让你们尝尝 什么才叫欺负人 希望到时候你们不要后悔活在这个世界上 说道话谁不会啊 咱们先收拾这个 杨小婉川 看见云青 向他走过来 他殊然看着云青 眼睛里是深深的恐惧 云青居然 居然在家里养 养那种吃人的东西 四哥 救命啊 女性的疯了 她要杀了我 她还在家里养大虫 太可怕了 四哥 你看看我是谁 我是你唯一的亲妹妹啊 你不会不管我的吧 要是我在你这里出了啥事 娘不会放过你的 四哥 这条子 我来说